我不得不说 一个年轻学生的见解 远比大陆的一个将军要来得透彻跟深入 如果今天武力统一台湾是一个目的 没有一个军事家会在事前说 我几天要把你打垮 这是个军事机密 今天一个国家级的领导将军 讲说武力统一台湾 我问大家造成什么结果 这个特朗普会害怕吗 台湾就从此不再跟美国交往吗 台湾人们会更高兴吗 会更倾向两岸和平统一吗 都不会对事情毫无帮助 我不同意他的观点 和平统一肯定是我们的期望 也是我们的愿望 但是和平统一到了这么长的时间 真的实现了和平统一吗 没有 那么战争是个选项 不是我们唯一选项 也不是我们期望的 就是非要用武力去收复台湾 我们的期望是在和平统一的 大的前提条件下 我们不得不准备用武力去统一台湾 老师他讲这一番话对和平统一会有帮助吗 我们很长时间不提武力统一 但是对和平统一又有帮助了吗 没有 1996年的教训 2005年的教训 我们一一在目 越是我们不谈武力统一的时候 相反台独势力走得越来越大 台湾在向分裂的路上 走得就越来越远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凤凰秀APP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